被人描示厌弃 这个刚才我们读过了 我们刚刚刚先读过 我们来看一篇的部分 然后在马可飞第六章第三节 第四节 这不是物将吗 不是玛丽亚的二子 亚克耶西 犹大西门的长兄吗 他们妹们也不是在这里吗 他们就因他跌倒 原本是就因他厌弃他 耶稣对他们说 凡大先知在本地亲属本家之外 没有不被人尊敬的 耶稣他们是用人的角度来看耶稣 耶稣你不是牧将的儿子吗 你的弟弟全部妹妹弟弟姐 妹妹弟弟妹妹不是在我们这里吗 你怎么会是弥赛亚人 被人描示和厌弃 耶稣所被人描示和厌弃 跟你有关跟我有关的 说你没 今天如果你被人描示和厌弃的时候 他已经承受了 他懂你 台湾话说你懂得了 你懂得耶稣懂得 耶稣懂得你所经历的 更何非的描示和情感和厌弃 因为他经历了 如果今天耶稣做一件杀人造化事情可以说描示和厌弃 耶稣在这个33年半所做的任何一切都是丧事 医好病人 哑巴讲话下眼看见其他谁能行 甚至所有堪鬼把恶鬼赶出来 没有一件是坏事 但是被冤极 所以兄弟妹妹不要不要因为这样而不凭说我都没有做坏事 耶稣也没做坏事 耶稣也没做坏事 而被人厌弃 如果你做好事被人厌弃 你感谢神 耶稣经历了 耶稣经历了 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些时间的影哭 然后第五大讲多受痛苦击打 多受痛苦击打